而且这一个月里面有两次重大的机会 你可以改口的 你可以把话收回去的 那你不收 那行我往前加码 而且他这个加码的时候 你看正好发生什么 6月15号台警法生效 然后6月17号菲律宾一波强势执法 那我现在这个法律出来 这个法律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号 什么明确的信号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它适用中国国内法律 我直接反分裂国家法我就印上去了 这是第一 第二我开始定刑期 我确定刑则 上限多少 中间多少 下限多少 手握怎么办 跟境外勾结的从众处理 如果愿意悔改的既往不咎 就相当于打击精准 给出惩戒红线 然后给出出路 这个事情就是什么 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 应该是第一次 除了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国家法 它只是确立一个宏观的原则 它非常具象化的 开始把台独变成什么 违反就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一种刑事重罪 然后加以处置 就像是一种刑事重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下期待的 是一种刑事重罪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